新年到,我耳文姐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我正哥祝各位,事業有盛,一本萬利 我馬德成祝大家,出入平安,龍馬精神 我港西老爸祝小朋友,學業進步,快高長大 說起過年,由年三十晚開始,就有很多顧忌 特別是年三十晚,一家人一定要齊齊整整吃團年飯 一定要在十一點之前,全部洗澡,換衣服 把那些不好的東西全部洗掉,去求迎新 在外國當然沒得逛花市,如果在香港,穿著新鞋 逛花市,踩小人 還有老人家,入定了利是,給小朋友押稅錢 封利是也要小心點,一定要雙數,不要單數 我媽媽教來是這樣的,譬如你封二十元,萬事都容易 四十元,即是四季都平安 六十元,福祿無窮 八十元,發財利是 一百元,萬事勝意,長命百歲,如意吉祥 這些就講一般人封的利是,如果有錢,那當然那封利是更大 那年前後,很多人喜歡結婚的 我們鄉下那裡,結婚前一定要去醫院做一個婚前檢查 新郎哥進了房仔,接受檢查 正好這個時候,外面的護士大聲叫,徐定婦準備 新郎哥一聽,嘩,我都未站定這麼快要我徐婦 我明明聽到,護士叫我徐定婦了 醫生就說,你搞錯了,外面有個病人 他姓徐,名字叫徐婦 哎呀,口水強,幸好進去檢查那個是男的 如果是女的,嘩,真是個臉都不知道放在哪裡 喂,其實那個名字不錯啊,叫定婦,定婦就是不會窮 可惜她姓徐呢 以前的人經常這樣說的,不怕生壞命就最怕改壞名 嘩,我就有個遠房親戚,年初二開年,她剛剛添了個藍丁 嘩,長子的孫,分身家都兩份啊,一於改我兒子的名字叫做富貴 嘩,意思就是代代富貴啊,我老爸肯定很開心了 怎知道老爸聽到我孫改過這樣的名字 馬上露法充官,大吉勵士 嘩,你真是正臭小子來的,你不記得我們姓莫的嗎? 那就是說,我們代代都莫富貴啦 不出奇啊,很多人改名就不記得自己姓什麼 有一年我去唐人街參加過年宴會,請了有幾個太平紳士 就和大家說幾句吉利說話了 其中一個姓林的,司儀就說請林紳士上來說幾句說話 當時在場的人當然不是很敢笑,剛巧巧 跟著又請第二個太平紳士上來了 那個姓周的,變了周紳士 所以警察文就說,姓林姓周都不要去做太平紳士 還有當年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學生改名字很怪的 不過其中有個遠房親戚,他姓廖的 為了表示忠於毛澤東 他就改了兒子的名字叫向東,就是廖向東 生個女兒就叫做廖向洪,你說這兩個名字多肉酸 說開又說,其實一年裡最重要是新年頭幾天 譬如年三十晚有十個人在這裡吃飯 到年初二那天,一定要齊齊整整一家十個人坐在這裡吃飯 絕對不可以少一個,那如果其中一個說不回來吃飯 那老人當然很生氣了,就不肯叫大吉利士 特別是開油鍋炸煎堆,因為炸煎堆很容易 煎堆碌碌碌碌就金銀滿屋 有時的事你又不要不相信 有一年我姑媽就開油鍋炸煎堆 誰知炸煎堆的時候,有兩個煎堆就裂開了 兒子一見到就說,媽媽你不是炸煎堆 這些是賊口組而已 那年我姑媽真的認真不相信 又打官司,姑長又病了入醫院 那便把兒子都帶來亂說話 但如果懂得說話,就說,你看看那煎堆 笑得抹大嘴,這樣也不一樣 所以有時的人就說,不怕黑心最怕創口 我小時候有一年是不懂得說話 年初一見到我媽,一開聲就說 媽媽,沒有利事嗎? 不知心理作用還是什麼 那年我媽真的好不行 以後呢,年三十晚 我媽就全部封了利事給兒子 快點年初一胡亂說話 啊,我記得 過年之前,我媽最緊要拜做君 每年的年二十三就是做君彈 據我所知,有句話就叫做官三民死 也就是說,年二十三就做官的謝做 到年二十四就是一般平民謝做 還有句話就說好做不做,二十五謝做 我想問問你們,知不知做君是男神還是女神呢? 阿靖哥有沒有搞錯啊?問這麼簡單的事呢? 做君爺做君爺肯定是男的啦 不單只是男人,而且還是老人家 不是怎麼叫爺呢? 他的形象應該是白鬍鬍,眼眉長,耳朵長得到肩膀 沒錯了吧? 有人開了天幕,見到做君爺是扭眉鳳眼 皮膚又亂光滑,就說啊,原來做君是女神來的 那些人為這件事爭論了很多次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真是很難說的 沒得爭的,有誰真真正正見過做君爺是甚麼樣子? 按你現在這樣的形容,做君爺可能是女神來的 其實做君是男的,名叫姓張明丹 他娶了個妻子叫丁香,丁香非常孝順公婆,賢妻良母 後來張丹就出外經商,發財,移情別戀 和妓女海棠成親,優了丁香 咦?那不是陳世美? 這個張丹真是愚蠢,賢妻良母不要 找了個妓女海棠,好食懶做 終於在一場大火裡燒光了家產 這個海棠就立即扔掉張丹出去改嫁 張丹就唯有流浪黑食,到了那年立月23 他剛巧黑食黑到前妻丁香的家裡就被人認出來 那麼這個張丹就羞愧難當,悔不當初 後來就告誡後人,為人要正直,不可以見情忘義 然後衝入糟頭裡,以死亡志 那麼這個張丹,他怎樣可以成為糟軍爺呢? 因為張丹是用自己的生命,表示對丁香的懺悔 後來玉皇大帝見張丹本來的果位都很高的 所以就封他為造神了 我最記得在年二十四個日,我媽媽就拿麥芽糖 還有片糖、湯圓,這樣去借造 意思就是說,造軍爺吃了些甜的東西就會講好話 是的,玉皇大帝就根據造軍爺的品告 來年就會賜福給你這家人 據我所知,拜造軍有很多顧忌的 第一,在年二十三謝造之後 要把舊的造軍賞撕下來 跟那些元寶蠟燭香一齊燒了去,送舊的造軍上天 到營造軍那天,就把新的造軍賞貼上去 還有,千萬不要拿著鍋鏟在造頭裡亂亂 如果一個不小心亂亂的造軍爺頭,很大劑的 說一件歷史故事給你聽 在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小時候家裡很窮 朱元璋的娘親就在造頭上煮飯 突然間有一隻喜鳥飛進來,停在造頭上 好奇喔,喜鳥竟然會說話 他說,諸家天下萬萬年 朱元璋的娘親就說 唉,在說什麼?就是沒有米落鑊了 還說萬萬年?有兩百七十六年都不錯了 一路說,就一路用個殼敲個重頭 想趕走這喜鳥 誰知造軍爺的頭被朱元璋的娘親撞到光光聲 頂不住了,立即延伸一體,真可憐 造軍爺被他撞到順腫鼻腫 然後就對朱元璋的娘親說 明明老天爺給你萬萬年 為何你要求二百七十六年這麼短呢? 以後你們諸家的天下就只能夠得二百七十六年了 所以後來的明朝就只有二百七十六年了 所以你們那些人千萬不要得罪造軍爺爺啊 現在一般家庭哪有造啊? 全部都不是計士爐燒電腦 除非是那些唐人餐館啊 說起唐人餐館啊,一到過年 他們真的做到自己姓什麼都不知道啊 所以很多人都不喜歡餐館老的 但做字永遠都沒得休息的 我認識一個人在一個父仔開餐館的 一到過年的時候特別忙的 他只懂得賺錢就不肯花錢的 他就很想找老婆來幫忙 嘩這個人不是好聰明嗎? 還這麼孤寒呢? 找水嫁去嗎? 你不要說啊 後來有人介紹過台山妹給他做老婆 那就叫他回去台山看看先 他說不用看了,是女人就可以了 誰知道申請過來的女人一眼看完 什麼意思啊? 就是單眼的咯 那餐館不是很慘嗎? 找老婆回來單眼的咯 找老婆回來不用被人供的 有賺沒有蝕 單眼都不要緊了 據我所知 在外國的老華僑很孤寒的 我又認識一個人 他又在佛仔做餐館的 他又想找老婆 有一個人呢 就拿了一張照片給他看 下個餐館一看 嘩這個女孩子多漂亮啊 還在香港來的 還給了禮金 就當老婆那樣申請了來澳洲 誰知道去到機場接機一看 糟糕了 貨不對辦 那女孩子又肥又矮 還兼顧沒有鼻樑 多大都不肯取 要梅人婆退訂 那女孩子當時就在機場 嘩 聲淚俱下 哭到蹲了在那裡 後來親戚朋友 就勸她 算了 娶妻求淑女而已 這個女孩子真是很好人的 最後那個餐館佬說 唉 冤都無謂了 就當連晚煎堆 人有我有 減生 噎了她 後來還幫餐館佬生了幾個子女 唉 她就笨到豬頭餅 相片便靠得住 現在的手機有美顏作用 東西可以變西斯 現在的化妝技術很厲害 最近有這樣一件事 有個女人平時總是化妝的 但是今天跟老公出去買那些年貨 準備過年了 她就不記得化妝了 就拖著老公去逛花市 突然間這個女人 她的朋友打電話給她 說 我見到你老公現在逛花市 還繞著老女人 那個女人很醜樣 整個豬八怪那樣 我現在幫你盯著他們 你現在快點來了 逐間要捉傷還要捉現場 這個女人就哭著回覆電話 唉 你見到那個老女人是我來的 我忘記了化妝而已 唉 我有一次看過一段新聞 有個女人 哈哈結婚了十幾年了 從來都沒試過落妝 連睡覺都要化妝 整天都戴著假面具見人 唉你說多辛苦呢 我就覺得 樣子就不緊要的 最緊要就是心底善良 還有喔 我媽經常都說的 不怕窮 最緊要找個媳婦好笑容 一個人呢 整天都好像開心果那樣 家宅都會行好運的 唐人家粵語見聞 連晚戰隊人有外有 節目是由以文、李靖、許文強、馬德成聯合演播 請點贊和訂閱 多謝大家的支持